我們來看馬蓋鑫的勤務腰帶 這個應該是一吋的 好 那這個呢是台灣軍品祥吻 是祥吻嗎 對祥品出的 好 我在打比賽的時候常常用這一條 然後這一條呢是5.11所出的腰帶 我也經常蠻使用的 好 那每一條腰帶你可以先看它的厚度 5.11的最薄 好當然啦 那個看需求 好這樣子講不見得公平 那你有時候需要帶薄的腰帶 有時候需要帶厚的腰帶 OK 那像這個祥吻的呢 台灣祥米呢 它織帶做的比較厚 那因為我常常會在上面掛 掛那個槍套 好 那這個是馬蓋鑫的 最硬 因為它的材料用的不一樣 那不是說不好 那每一種材料都非常的好 好 那反折式的 也就是說你插 腰帶穿過這邊再反折回來 好 因為這邊都是魔鬼氈 所以呢再把它黏在 你的腰帶上面 然後呢之後呢再用 好 這個鈕扣 把它扣起來 其實蠻簡單的 你知道不同的需求跟 那個 植物別吧 這後面的整個都是魔鬼氈 所以呢 當你在組合它的一些 呃 小腹包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用魔鬼氈黏 黏住增加穩定度 哎 對 好 示範一下 好 通常我是這樣穿了 好 這左手 這右手 好 穿過你的褲腰帶 好 從這邊呢就穿過去 好 我大概腰圍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做變換 呵呵呵 好 當你腰圍不要做這麼多就好了 把它扣起來就好了 好 那這邊呢 就像我講的老派的馬蓋仙的使用者呢 都會說這邊是放斧頭的 好 插過去 好 那這邊呢 都有一定的厚度 那你可以結合 呃 我講的 我們在玩那個IDPA 或者那個一些遊戲上面的槍套 好 或者是腰掛手機套 好 那它的手機套 哎 剛好我這邊有手機套 我看一看 對 這個手機套 哎 就可以穿過去 好 或是織帶 好 就可以固定在這裡 或者是用扣的 或者是用的那個 他們有做那個 特警扣環 好 直接扣在你的腰帶上面 馬蓋仙的那個腰帶一向是堅固 耐用鑄成了 OK 扣具 織帶 好 等等 好 非常不錯 也是一種選擇 但是